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多伦多地产经纪Ronda 今天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是2021年的10月22号 今天是星期五 今天我想给大家谈一下 Town Homes 给大家介绍一些新的Town Homes 一些项目 Freeholds和Urban Town Homes 在Murham 在Vang 在多伦多的Scarborough地区 我们都有 还有在Dorm Region Pickering和Widby 还有一些项目 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自从一年多以来 Low Rise涨得非常快 从1.1 million 现在涨到了1.3 1.4 million 就在短短的一年多 两年不到的时间内 基本上大部分涨得非常快的地方 基本上集中在 Richmond Hill Marham 集中在404沿线 包括Vang 包括在西边的Oakville 还有Brampton这里的房价 也在Freeholds 也在拼命的往上涨 就是自从疫情以来 因为这个需求 大部分人都喜欢一些 比较宽敞的 因为都是Work from Home 所以大家喜欢一些 比较宽敞的一些住宅 能够从这个 很多人就决定 从Condor里搬出来 买一个Freeholds的Town Homes 这样毕竟空间会大一些 大家在家里面办公互相不影响 这就造成了 最近为什么 Lowrise非常非常的火热 而且价钱就一路在上扬 Town Homes 它有两种 一种是Freeholds的 一种是Urban Town 我想大家可能 比较熟悉投资的朋友 应该知道这两种的区别 Freeholds就是 它是没有管理费的 Town Homes Urban Town 它是有管理费的 今天介绍的两个项目是在 其实是三个项目是在 Marchham 我们马上要开盘的是 Markdale Town Homes 是在Denison 跟Marchham Road 西南角 现在那里是一个加油站 这一片交通也很方便 总共是147个units 现在还没有开盘 这是一个Urban Town Homes 需要收管理费的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不在视频上放地图 因为我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些最多的一些信息 所以就没有把每一个项目的具体的地址 画在这个屏幕上 我是提了一下这个项目的 介绍项目的名字和大概的地点 如果大家感兴趣具体这个项目的位置在哪里 实际上很多地方都是可以能查得到的这个项目 这个第一个就是刚才介绍的是Markdale Town 第二个就是我想介绍一下就是叫South Cornell 这个South Cornell的项目呢 也是在Marchham 但它比较靠东一些 是在South of Highway 7 Highway 7以南 在Highway 7跟Donald Crescent Parkway这里 它的32尺宽的呢 价钱现在已经到了1.8个M 但是它的首付呢 Deposit结构还是比较好的 只有16万 是靠近这个周围靠近这个Cornel的Community Center 还有这个Stoneville Hospital 这个项目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项目我们马上就要开盘 还有一个就是Victoria Green Victoria Green呢 刚刚开盘 现在已经卖到第三期了 这是最后一期 马上要开 是在14街和Middlefield 它是11月初 也就是两周以后 我们会拿到最新的资料 就是Dep的这个Release的Loss会放出来 Up to 23 大概是2200尺 相对还不是特别大 是靠近这个Annual Community Center Annual Community Center 是在Maham的一个新盖的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Community Center 里面有游泳池图书馆 很多这个设施 靠近这个Costco Maham的这个Costco 所以这个Victoria Green呢 我已经有很多朋友 已经交了Worksheets 已经准备预定这个项目了 这个项目是在Maham这边 还是不错的 也可以值得考虑 所以这是上面是三个Maham的这个项目 一个Town Home 还有两个Freeholds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Wang Wang呢 现在马上有一个叫Rose Park Town Home 这个也要开盘 它这个盘呢 是在Busses的跟Center Street 起价呢 是1.3个Million起 Highway 7和Highway 404 这里基本上交界的地方 学区呢 是Richmond High School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 也close to这个Richmond Hill的这个Costco 在这个Wang这一块呢 这个Town Home 这个盘呢 从它的总体的这个价位来讲 只有1.3个Million起 而且呢 它是很靠近这个 还是靠得比较难的 在Wang这里还没有到这个Aurora或New Market 所以在Wang的这个项目呢 大家也可以考虑它的价钱还是比较低的 按现在的这个市场来看 下面一个呢 我想介绍的是在Scarborough的这个Huntingdale 这个项目呢 是在Pharmacy跟Finch 这个地方的租售比 就是说出租的比例呢 非常的好 因为这个学校这个地方靠近Synica College Synica Campus Finch的这边有一个Synica 的一个一个College 所以它的持价呢 是 总价呢 是在80万 80万起 也是在大概11月初的时候 会有新的一些信息会公布出来 总共只有85个单位 三分钟就可以上哈威404 七分钟可以上哈威401 十分钟就可以到这个 Old Common Gold Train Station 所以这个盘呢 叫Huntingdale Town Homes 在Finch跟Pharmacy 大家如果喜欢Scarborough 也可以关注一下 下面介绍的一个就是 东湖东区 不是湖东区 是Dum Region的这个 有两个盘 一个是在Pickering 一个呢 是在这个Whitby 在Pickering的这个呢 是叫Park District 这个呢 是一个Condo Town Homes 60万起 非常好的上车盘 这个盘呢 如果资金有限 因为Pickering呢 开车实际上到档堂 也就30分钟 并不是特别远 它只是在往东 所以最近这个Dum Region 也涨得非常的快 如果你60多万 买一个Condo 现在来说都是比较危险的 就是几乎就是买不到 一试的都买不到的60万 但是你可以在 这个Pickering这里 你买一个这个Urban Town Home 就相当于是一个Condo Town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当汤也不是特别远 如果是在当汤工作的话 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推荐的 就是叫Park District 这是一个Urban Condo Town Homes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Woodby Woodby 有一个叫Woodby Meadows 这个是一个Freehold Town Homes 还有Single 还有独立屋 在Townton Road 和这个Cornation Road 这交界的地方 它有三到四个Bedroom可以选 关键是它有的是十尺的楼顶 所以这个项目呢 如果大家是在考虑买这个Single 独立屋的话呢 也可以考虑Woodby的这个项目 叫Woodby Meadows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Single的这个话呢 因为Single 很多朋友呢 是想把这个Town Homes Upgrade成这个Single 独立屋Detach Detach呢 现在市面上非常的少 如果有的话呢 价钱也是Close to 2M 当然就是如果你是买 周边的地区呢 价钱可能会便宜一些 我们卖的这个Storview的 这个CitySide呢 也就是在两周之内 基本上全部就卖完了 尤其是这个Single的 价钱在1.4以上的 1.5左右的 非常非常的抢手 所以呢 今天呢 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这些项目吧 基本上这一期呢 是主要介绍的是Town Homes的一些项目 楼花项目呢 我会在下面一期 会给大家介绍最新 因为我们最近也卖了不少的 这个新盘的楼花 包括这个Downtown 我们400号King 最近也在推出这个优惠 只要6万块钱 就可以买到一个小户型的Studio 在这个400号King 这个是一个多伦多最好的一个位置吧 最近呢 Downtown的很多盘也在开 比如说33号Yorkville 还有C6 Condos 这些盘呢 持价都在2000左右 所以交接16年以后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跟我联系 最近呢 如果大家敢考虑买这个Resale 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 因为进入11月 10月底以来呢 这个市场有一点点的Cold down 就是说 不是到处都能砍到抢offer的 当然有些好的房子也是要抢 但是慢慢来说 就是说这个 还没有完全进入这个买家市场 但是已经有一点这个趋势 价钱还是没有降 只是在抢房子的过程中 没有这么激烈的去抢这个offer 所以的话现在如果要买Resale 那个是比较好的入场的机会 入场的时机吧 从现在到年底 到明年的3月份呢 市场可能会有一个大幅度的调整 也就是说 不管是Town Homes 还是Resale 还是楼花 还是七房 还是县房 都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调整 主要就是集中在 比较价位便宜的 比如说Condo 或者是Town Homes 独立屋呢 价位已经涨得很高了 如果估计明年3月份涨的话呢 会比较没有其他的小固形 就是我说的Town Homes 跟Condos涨得会快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说到这儿 如果大家感兴趣我的视频呢 可以点击关注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本次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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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